可不可以放進去一下下就 你知道它那個一下下一下 一下下就啊 就真的一下下 真的 真的 這細節你知道嗎 我們大飛哥也是有改 唱歌要有那個感情 一下下就好不好 有那種啃球的那種 一點點就好了 två 自己的名字 我沒有怎麼可能 跟自己的機服 騎士 一 Blue 隨 在 搞 從 老師推測耶 不是介紹過重拍喔 不一樣喔 我們這是牛頭牌喔 今天來到現場的是 2022年的GR86 今年配合只有60台 我們秉持著評測車子 不專業 不專業 不專業評測 怎樣 留言怎樣 我不專業 好不好 我們秉持著 我們自己要測試一台車子 就是要怎樣 買回來 60分之一就把它買回來了 原價買不到怎樣 加價夠 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這個86開起來 跟我們上次試過的 BRZ有什麼不一樣 比較特別的是呢 我們今天測試的這一台 是自排的 也就是說有什麼 跟車的 所以你看到這前面會有 兩個鏡頭 這是iSight的鏡頭 但iSight這個應該是舊版的啦 我記得新版的 它是貼著玻璃的 它這舊版的是 有退後一點點 那我們今天看到 86到底跟這個BRZ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最明顯的我覺得是這個氣霸 GR的字樣 Garru Racing 聽說Garru是 豐田張南創的一個 二手車的品牌 你知道嗎 所以豐田張南也是跟我同行的 然後後來他才用Garru 去創了一個Racing車隊 阿拉媽 我們同行的 你知道嗎 我們同行阿拉媽 你有認識嗎 我跟妳講 我一個同行的車子叫阿拉媽 不過它是南邊的男 不是男生的男 好啦 怎麼會講到同行去啦 錢包感不一樣啦 我認真講 我是覺得這比較好看 我覺得比BRZ好看 那今天我們剛好買的是紅色的 它燻黑頭燈 側面的輪框是一樣 可是它是用亞黑色的獨裝 然後一樣是18吋的 2540 18啦 很奇怪的是 因為它這是後輪驅動 但它的輪胎 四個輪子尺寸是一樣的 沒有前後配 所以四個胎皮的尺寸都是一樣的 那一樣 這個上面一個大鯊魚旗 然後它的車頂引擎蓋 兩個葉子板是鋁合金的 跟BRZ一樣 屁股我覺得長得是差不多的 只是你有沒有覺得 這86是不是貼斜斜的 欸 被妳這麼說 它是不是要跟著這個弧度貼斜斜 好 它這個6比較高對不對 這是我忽然發現 好 然後它後面一樣 有一個壓尾的設計 第三煞車燈跟它的後鏡頭 這就不錯了 不用像阿達一樣 做一顆方形的鏡頭在這裡 人家直接整合在裡面 整合在裡面一個是好看嘛 第二個是壞掉你一定要找它 那方形呢 你先去淘寶掏一顆回來就 接上去就好了 對啊 還要幾十塊而已 這個我就不知道要多少錢 那再來這裡有一個可以開後車廂的 這邊有一個按鈕 可以開後車廂 欸 很特別喔 我們那時候BRZ打開 是一個翻過來的備胎 同尺寸備胎 但是沒有它是平的 有沒有 然後呢 拉起來它就沒有備胎了 它是補胎機 這跟BRZ不一樣的地方 它是一個補胎機 它裝不了什麼東西 它很窄 屁股就這樣 跟BRZ有點不一樣的地方 好來看一下室內 室內應該都一樣吧 剛好這一集可以來講一下 我上次我不知道有沒有講到 其實我很喜歡這個東西 強烈的建議雙門車 一定要配備這個扣子 我很久以前我就講過 我說雙門車找安全帶 真的會找到手繞到 會找到手扭到 這樣子你就很好找安全帶 只是有一個不好的 你不好的上下車 後座要上車你要解拉 後座應該不會載的 這怎麼載的呢 這怎麼載的呢 這腳放個下嘛 而且我跟你講喔 它有設計ISOFIS喔 有沒有看到 有ISOFIS兩組喔 所以它怎樣 可以載小孩 而且我跟你講 它後座可以傾倒 你有沒有看到那邊 遠處有一個按鈕 它後座是可以傾倒的 你有沒有看到 我跟你講喔 我連爬進去把它傾倒我都懶了 反正喔 我覺得這個要設計是很棒的 這個可以 支持 然後這一代我覺得 我也有一個很喜歡的 比起BRZ 我很喜歡的地方 就是 紅色地毯 以前那個Type-R K83門要改Type-R式 都要去日本殺紅色地毯 而且要紅色地毯 不能是大紅色 要暗紅色 真的 齁 直接給你了 再來一個GR的地毯 有沒有 好像GR字一樣 這種以前都只能 找代購去日本買回來的 夢幻異品 現在直接在台灣就買得到了 然後這個椅子 應該跟BRZ的一樣吧 好啦我講解一下 它這邊就是類幾皮嘛 OK 然後中間有打洞 然後有一個它好像說 這個好像是真皮 兩側這個是真皮 這個也是真皮的 我覺得最大的不同在這裡 再來還有一個不同 當然就是因為我們在紅色的車 所以它這邊的這個皮革 也是用紅色的 車紅線 黑色車紅線 這邊也是一個 它都說類幾皮 類幾皮的意思應該就反的嘛 對不對 不是真的幾皮 無光玻璃 然後自排的 喔自排的有 自排有一個不一樣嘛 快撥 對不對 跟車一樣是這個定速棒 啊 比起手吧 多一個杯架 上次要呆講的 有沒有 好 那可以看一下 它的PUSHSTAR 按鈕上面也有GR的字樣 那我們現在這個 它這裡有寫 發動時 請踩駐煞車踏板 請按下點火開關 簡體制的 感體制 好按一下發動 看它的畫面 蠻帥的喔 啊 GR 行轉 OK 那一樣 長按check 就會變 有沒有 再長按check 就回來 然後 我們有把這調中文 結果也是 談體制 語言啊 語言現在選的是中文 誒有台語誒 台語就是繁體啊 哎呀 這個TOYOTA 是怎樣 要選台語啊 我還以為是真的台語啊 沒想到台語 指的是台灣語啊 哇 不錯不錯喔 有那麼一點意思 Ultra Dash Z3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好啦 那現在我們這次透過這個 好不容易在市場上 遇到這個物件 加價買回來 為了親自測試 跟大家再一次的分享 數量稀少的86 那當然順便 加價以後看回來 我買回來的隔幾天 何韻就宣布說 全車系又要再上漲 所以我想這一波 應該可以 削一點狼 哈哈哈哈哈哈 我本來是想說回來 拍一拍 弄個流量 然後就看能不能 不要賠錢賣掉 欸 搞不好可以賺錢喔 阿猜 好啦 那我們就出去開一下 到底跟BRZ開起來 有什麼不一樣 好 走吧 FRODO 百年歐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賴 跑幾樓你36 36 哈哈哈哈 新車 啊 今年起來60台 60分之一 有沒有看到 哈哈哈哈 欸 明年300台啦 所以你現在去訂 你可能要後年才有車 因為它已經700台訂單了 至少要後年才有車 對明年300台 現在訂單700張耶 現在又漲價了 我是不是賺到了 我家價買的 我家很高買的 我家了快10萬買的 你買的那多是多少錢 原廠就訂價了 欸你那個168是漲過的嘛 對啊對啊 168是漲過 那沒有啦 我家了快10萬買的 所以代表 我這台應該是可以賺錢的標的 喔難得 難得做了一次這麼正確的決定 小鴨那時候賣的 怕得要死 BRZ也還放在那邊 終於來到一台 好像比較有機會賺錢的車 我第一個反應開起來覺得好安靜 比BRZ安靜 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啊 開起來非常的死 它的變身體比較軟耶 比起BRZ來講 沒有這麼的剛硬的感覺 我那時候我記得 我BRZ一開出去的第一個反應 說我怎麼那麼硬對不對 底盤好硬喔 很紮實耶 GR86我開出來的地方 一直怎麼那麼安靜 然後呢 過了幾個坑洞 怎麼那麼舒服 它開起來比較沒有那種 競技車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對於我們來講啊 Toyota本來擅長的 就是一座代步車嘛 所以我覺得 很符合它的品牌的調性 那據我去查這個資料 86 這一代的86 比BRZ 簡正統的 彈簧的係數 前面更軟 後面更硬 它想要塑造一點 那個可以甩尾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有一個很可惜的喔 那時候我記得我在拍舊款86的時候 我有講過一個 那時候它的這個鋼鏡 前一代啊 的鋼鏡是86mm 它前一代的86的設計 就是為了要符合86的精神 所以它的那個鋼鏡是86mm 結果現在因為變成2300多cc了嘛 所以它的鋼鏡好像變成9390了 已經沒有86的那個精神 它的跟車是i-site 它直接大拉拉就寫i-site 沒有在演 它這直接就寫i-site 它這兩顆的i-site 它沒有車道之中喔 只有警示而已 車道偏移警示而已 我現在以86來講 因為真的BRZ講過了 我覺得隔音比上一代好很多啦 風切聲 底盤的噪音 之前是引擎聲大於輪噪聲 那我們今天在試這台86的時候 已經變成輪噪聲大於引擎聲了 喔對我們要更正一下嘛 BRZ人家說它那個車內的聲浪 是有虛擬的成分 那在BRZ的那一集我有講過 BRZ的底盤有一些零件 它用的是 比如說仰角好了 它用的是鋁合金的材質 甚至它有一些 這個拉桿的部分都有挖空 那86都是 底盤大部分都是用鑄鐵的 那這個據說是因為這個 阿拉媽有沒有 阿拉媽它覺得鑄鐵的材質 比較能夠忠實的傳達出 路感比較明確 據說是這樣子 它的變速箱做得滿滑順的 我現在是因為開SPORT模式 我不要開SPORT模式 我會覺得它是一台 很溫馴的代步車 很強制耶 我還沒有爽 它怎麼就升檔 它就升檔 所以它強制我升檔 長按 你把撥片長按 它就會跳回原本的模式 還是很溫馴啦 不過我覺得它在彎中 你會覺得 我覺得沒有BRZ那麼剛硬耶 我覺得BRZ比較有貼 對 它這個稍微有一點浮動 那會不會有可能是 它比較設定為 因為86的傳統精神 有點像是甩尾的感覺 後輪驅動 所以我覺得它的整個 這個開起來的感覺 過彎的感覺 稍微比BRZ來的要浮動一些些 沒有這麼貼著地 這麼硬朗的感覺 不過那個一開出門口 就真的就有感覺了 BRZ開起來像一個大鐵塊 你知道嗎 大鐵盒全部都拉在一起的感覺 就是你一晃你覺得 哇整個車子是同步的 然後這個感覺開起來 比較有一點點 Smooth 滑順的感覺 所以如果說假設你今天 你要買的是一台自排的86來講 我會覺得說怎麼樣的情況 我會建議你可以買86 就是你想要帥雙門代步 讓坐的人覺得舒服 雖然BRZ那時候 我已經覺得比上一代舒服很多了 沒想到我開了自排86以後 它比我上次試了BRZ還要舒服 它的避震器的設定 因為它是後面比較硬 前面比較軟 那我們人是靠近前輪的 所以當你在過一些坑洞的時候 你看它的坑洞處理 其實我們不太有感 不會像BRZ那個彈跳感這麼重 那當然取而代之就是 過彎沒有BRZ這麼貼力 但是你如果要用這個通勤 上下班沒有問題 絕對是舒服 但只能兩個人 好不好 因為後面真的沒辦法做人 我以前一直在想一個問題 明明就一樣的東西 從前一代開始 BRZ跟86明明就差不多的東西 為什麼有人買BRZ 有人買86 我覺得第一個 我覺得是這樣 品牌精神 我剛剛一開始就講了 你會去買BRZ的通常就是對於 你想想看水平堆貨引擎 這應該是 舒巴魯的東西吧 愛賽跟舒巴魯的東西吧 對不對 我覺得會去買 舒巴魯的人 我覺得比較是那種 競技派 新騰派 改裝派 然後你會去買這個 86的人 大部分是屬於比較 沒有想要改這麼大的 它還是以通勤為出發點 所以其實 當然賣的數量有關係啦 但我覺得 我看到很多在 前一代看到很多在改裝的 都是BRZ改裝的 重改的機率比較高 那86通常都是一些 外觀件啊 對啊 或者是一些鋁圈啊 避震器一些 簡單的配件而已 但我遇到的那種比較大改 都是BRZ比較多 那你說體質好不好 其實 應該是一樣的東西吧 沒有什麼體質的問題吧 這台車我覺得開起來 就是比較 舒適取向啦 整個開起來的戰鬥氣息 沒有BRZ這麼重 那從你的 不管是油門 聲音 耳朵聽到的 跟你的底盤回饋的感觸 方向盤 轉彎的感覺等等 我覺得 它的路感 也沒有BRZ這麼的明確 然後它整個懸吊的 彈跳都是比較 真的是 可以讓你每天來代步 這一台GR86呢 相較起來 我覺得真的 尤其又是自排的 因為不是每個人的 都對這種車 對這種方卡 都是要求一定要 很禁忌啊 怎麼樣 有人喜歡舒舒服服的 吹吹風 兜兜風 我覺得這真的是 是一台很棒的車 就算你上下班 搬開都是很棒的 唯一的差別就是 它可能沒有辦法載人 大人是沒辦法 小孩要上下車 雖然他把它捲坐 已經抱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很暴躁的一件事 我覺得大概是這樣的取向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這個 為什麼 今年限量60台 為什麼我有機會買到這台車 我相信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看怎麼買得到 為什麼你們這些車商 總是有這種機會 那這台很有趣啦 這台是 剛好是有人 當初我覺得訂這個車 現在很多訂單 我剛剛講700張訂單 那很多其實都訂了想要轉賣 你知道那跟在排球鞋一樣 跟在排手錶一樣 那就是買買的賺錢 所以這一台我相信 當初買的也是這樣 那我是在這個拍賣場看到的 我是在某一天 無聊在看拍賣場 它有GR86 那我就下定決心 不管加價多少 我都要把它買回來 於是我就得到它了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我大概是加舊的訂價 還沒有漲價之前的訂價 加了將近10萬塊錢 然後我買完隔幾天 它就宣佈漲價11萬 終於有一次 我們有機會拍這個推車的成本 不僅是零成本 搞不好也可以賺錢小學 其實BRZ也有賺到錢 外賣出也有賺一些錢 我們也有加價 而且是很多人來搶 好不好 這就是市場 我們也是車行 當然希望我們拍影片跟大家分享之餘 有機會也可以不要花太多的成本 還可以賺到一點錢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車 我入手的來源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訂應該要等很久了 至少都要明年去了 現在連HRV都跟妳講 第四季就是沒了 沒做了 平常 超屌 現在的環境到底是什麼樣的環境 我都看不懂 好啦 那今天這個GR86 好不好 簡單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看起來很大 好啦下次見 拜拜 拜 發生 NEWS GIG 在中午沒吃飯猜一個藝人的名字 中午沒吃飯是哪 白天 博 經常 我都看過 海水 快 來 � 中到美甲 中到美甲